今天这节课呢,是我们第十一单元的第二小课了,也是一篇听力课。 今天这节课的主题呢,是Weinachten,大家都知道圣诞节在德国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同时呢,也是一个基督教的节日。 OK,那么首先呢,在今天这节课开始之前呢,大家还记得吗? 关于这个节日呢,其实我们从上一节课,Text R那篇比较笼统地介绍了一些德国的民间节日也好,或者基督教相关的节日也好。 在那篇文章当中呢,有一段是详细地介绍了Weinachten。 大家还记得圣诞节在哪一天开始? 以及在这个节日当中,人们会做哪些相应的传统习俗有关的事情吗? 做一个简单的复习,你会用德语介绍这些相关的内容吗? OK,那么其实还是简单的复习一下上节课的阅读理解。 下面呢,我们通过一个简短的表格的形式,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上节课所了解的Weinachten。 首先呢,这个节日是在Für und Zwanzigsten Dezember,12月24日就开始了, 也就是Am Heiligen Abend,在平安夜就开始了。 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圣诞节一般是12月25日,对吧? 那这里呢,24号我们就理解为在平安夜,人们就开始庆祝了。 OK,这里的区别呢,我就不多讲了,大家理解就行。 另外一点呢,我们上节课学过的一些相关的Eigmeinebrauch传统的分俗习惯有哪些呢? 在这段节日当中,人们会做哪些相应的事情呢? 主要包括下面几点, zum Beispiel Weihnachtsbaumschmücken, 装饰圣诞树,这个是一定要做的。 有的时候很多外国人会去山里挑选一棵树, 选了之后砍下来带回家,然后到家里装饰一下,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习俗。 zweitens kärzen anzünden,点蜡烛,非常有气氛啊。 oder Weihnachtslieder singen, 大家会一起唱圣诞歌, geschenke verteilen, 分发礼物, oder zum Gottesdienst in die Kirche gehen, 去教堂做礼拜。 这些呢,是大家在圣诞节会做的一些事情,OK? 同时呢,这也是上节课的内容。 好的,那么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会在上节课我们了解的一些内容之上呢, 在做一定的补充。 所以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会详细的, 更加深入的了解德国的这个传统节日。 OK, sehr gut! 那下面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这节课, 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有几个方面。 erstens, dekorationsgegenstände für Weihnachten。 首先呢, 我们会了解一些圣诞节装饰的物品有哪些, 它的一些 begriffe, 对应的概念, 或者说它对应的德语名字, 怎么去表达。 2. weitens, eig meine Brauch an Weihnachten。 然后呢, 我们会进一步了解一下圣诞节, 还有哪些传统习俗。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主要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下两百零五页的引入部分。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做一个小的运动, 运动1, 做一个小的练习。 来看一下题目的要求是, sehen Sie sich die bierde an, welches bierde passt zu welchem begriff? 请你看一下下面的图片, 然后呢, 选择一下, 哪幅图片是跟哪个概念相匹配的。 大家会看到有九幅图片, 以及九个其实是单词啦。 请同学们花一点时间, 把图片跟单词匹配起来, 写一下字母。 OK。 Ya good。 做好之后呢, 先自己交对一下答案, 看你有没有匹配正确呢。 好, 这个小练习呢, 非常的有意思, 也非常的简单, 对吧? 大家主要是看图片, 并且认识一些跟圣诞节, 跟装饰物相关的一些德语的表达, 主要是一些复合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幅图, 这幅图呢, 非常的简单, 对应的就是 大家非常熟悉的圣诞老人, 穿着红色大衣的, 有白胡子的, 身上可能会背个礼物的。 这个呢, 叫做 就是花环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是圣诞花环。 这个呢, 是一个蜡烛, 德语呢, 叫做 这个一个小的木屋的样子, 这个是什么呢? 对了, 大家听说过吗? 耶稣是诞生在一个马厩里面的, 所以呢, 这个德语概念叫做 指的就是耶稣降生的马厩, 马槽。 下面一幅图片呢, 这很明显是一棵圣诞树, 圣诞树, 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看到, 它会有另外一个名称来替代, 叫做 这个呢, 同样是指圣诞树, 同样, 听力当中呢, 我们会听到的是后面一个圣诞树, 因为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这种树呢, 是山树, 圣诞树就是山树做的嘛。 这个呢, 是一个礼物, 这是一个天使, 这个呢, 这个呢, 是一个铃铛, 对吧, 铃铛呢, 我们可以说, 对应的可以是大型的钟, 用敲的那个钟, 或者是铃铛。 最后一个, 这是一个雪人, 我们把它称之为, 雪人, 那这些概念呢, 都是我们在提到, 关于圣诞节的时候, 往往都会说到的一些表达, 我做了哪些事情, 我装扮了我的圣诞树, 或者说我点了蜡烛, OK, 所以这些表达呢, 大家一定要非常的熟悉, 以后再跟朋友介绍的时候, 聊天的时候, 或者说在一些德语的口语考试的过程当中, 让你介绍一个德国的传统节日, 你就可以用到这些单词啦。 OK, sehr gut,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小的热身练习, 我们先做了一个小的readhorm, 再做了一个小的图片匹配题, 下面呢, 在听听力之前, 依然是一个老规矩, 我们先来学习一下生词部分, 今天的生词不是特别的多, 我们来看一下Wortschatz, 第一个单词你应该要认识的, 自己会议起, 或者让某人回忆起某事, 这个应该是大家学过的einner的, 最基本的一个表达, 它是一个急误的用法, 或者一个反声的用法, 那么在文章当中呢, 还会出现另外一种用法, 做不急误动词, an etwaseinner, 在这里呢, 物作主于某事, 让人回忆起什么, 那么这两种, 一个急误或者反声, 另外一个不急误的用法, 在文章当中都会出现, 这里呢, 我们看一个不急误的例句, somebody should be, the first e-innet and the good Christy, 这个节日让人想起耶稣的生日, next, 下面一个形容词, leep, 这个单词呢, 大家应该也认识, 我们之前学过呢, 表示可爱的这种意思, 那么它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呢, 相当于brave, 听话的, 乖的, next, 另外一个形容词, hivspread, 乐于助人的, 准备好帮助别人的, next, 地puppe, 地puppen, 羊娃娃, 女孩子玩的, 地bescherung, quizzen, 送礼物, 这个行为叫做bescherung, 地gans, 地gänze, 和圣诞节要吃的, derkapfen, 鲤鱼, 同样是圣诞节要吃的一种食物, 下面一个旧动词, decoreren, 装饰, 常见的用法呢, 是etwas mit etwas dekorieren, 举个例子, zum Beispiel, das schaufenster mit bunten dichtern, tannenbäumen und weihnachtsmännern dekorieren, 用什么来装饰什么, 用彩灯, 圣诞树, 以及圣诞老人来装饰橱窗, 商场里的橱窗, next, deweihnachtsstimmung, 圣诞的氛围, 圣诞气氛, 下面一个短语, in der vor Weihnachtszeit, 在圣诞前夕, 最后一个短语, kchenke auspacken, 拆礼物, ok, 好的, 那么单词呢不是很多, 同学们可以花一点点时间, 如果记到笔记本上的话, 把它再朗读一遍, 记忆一下, 下面呢我们来准备听今天的这篇听力,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听力练习部分, 今天的听力呢有两道题目, 第一道题目呢依然是一个传统的 即关键词回答的这样的一个问答题的形式, 第二道题目呢是一个填空练习, 好,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预文1, 第一道题目, 题目要求是, 听课文并且在听的时候呢, 写下下列问题的答案, 请记录关键词, OK, 好, 那么一共有A bis G这几个问题, 请同学们花点时间, 先浏览一下, 把这几个问题看懂, 并且呢可以画一下关键词, 需要你回答的是什么, OK, 那 gut,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部分, 先来省一下题目, 在德国呢, 圣诞节发展成一种什么样的节日呢? 它变成了什么呢? 孩子们在圣诞节前会试着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小孩会干嘛呢? Next, Frage C, 父母在他们童年的时候呢, 希望得到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反声的表达, 自己 etwas wünschen, 想要什么, 希望得到什么, 现在的小孩想要什么, 父母当时想要什么呢? 可能有一点区别, Frage D, Wer verkleidet sich als Weihnachtsmann in manchenfamilien? 在一些家庭里, 是由谁来扮演圣诞老人的呢? 我们上节课学过的 sich verkleiden als 扮演什么, 装扮成什么, 化妆成什么? Frage E, Worchen gehen viele Familien am Abend? 在晚上的时候, 很多家庭会去哪里呢? 这道题目应该是个送分题啊, 你猜也要猜出来, 蒙也要蒙出来, 我们之前讲过的圣诞节的一些分俗习惯, 晚上大一般性会去哪里呢? OK, Next, Frage F, Wann wird in den Kaufhäusern am meisten verkauft? 在商场里, 什么时候是销量最好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东西卖的最多的时候? 什么时候呢? 关键词, Wann? 最后一个问题, Frage G, Womit werden schaufenster und strassen dekoriert? 橱窗和街道是用什么来装饰的? 我们刚刚讲过的一个短语, etwas mit, etwas dekorieren, 所以呢, 提问, 一问词要用, Womit? 用什么来装饰的? OK, 这就是听力要求我们回答的一些题目, 下面呢, 请同学们第一遍, 把这篇听力完整的听一下, 听的时候呢, 记录一下关键词, 回答好刚刚的这些题目, OK, 怎么样, 一遍有没有听出来呢? 是不是有的同学听了两遍啊, 才听出来? OK, 那么第一道题目的答案呢, 我们先不看, 因为还有一个小题目, Ubom 2是一个填空题, 需要大家接着来完成, 第二题的要求是, 在听一遍, 然后呢, 将下列的这个填空文章填写完整, 好的, 那么这一部分的填空的文章呢, 挖空的文章我就不给大家讲解了, 大家自己花一点时间浏览一下, 然后把听力再填一遍, 将这些空填写完整, 这些句子呢, 基本上是出于原文的,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改变, 所以大家基本上是做一个 Diktat, 就要听到什么, 写下来就可以了, 请自己完成, 好, 两道题目都做完之后呢, 请同学们自己花一点时间, 校对一下两道题目的答案, 第一题呢, 是一个简答题, 关键词记录的形式, 看看你有没有记录队最核心的名词或者动词, 第二道题目呢, 请同学们自己仔细地校对一下, 哪些空是你没有写出来的, 为什么没有写出来呢, 是你听不懂漏掉了呢, 还是怎么回事, 那么一会儿呢, 第二道题目我就不做讲解了, 因为这道题目其实本身是非常简单的, 基本上是一个文章原句的挖空的形式, 听到什么写下来就行了, 如果没有听懂的话, 说明你对这个单词的概念不是特别熟悉, OK, 那么一会儿呢, 我只讲第一道题目, 欲崩爱死。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这篇听力原文, 整个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哪些信息呢? 其实今天的这篇听力, 从整体上来讲呢, 并不是特别的难, 大家应该要控制一下, 你刚刚错了几道题目啊, 所有的听力练习一定要控制一下自己错的量, 不能够放纵自己错太多啊, 听力还是要训练一下。 Weihnachten关于圣诞节的 Abschnitt 1 第一段应该非常的简单, 是一个总体吧, 概括性的。 圣诞节呢, 在德国是最重要的节日, 它让人想起了耶稣的诞生日, 耶稣的生日, 注意这些的用法, 我们刚刚讲过的, Es erinnert an etwas, 这个S呢, 就指 das Fest oder das Weihnachten, 某物做主语。 几个世纪以来, 特别是在德国, 圣诞节已经变成了一个安静的家庭节日, sich zu etwas entwickeln, 发展成什么, 发展成一个家庭节日, 节日的外在形式呢, 至今几乎都没有改变。 这里呢, 就对应了刚刚的第一道题目, 在德国, 圣诞节到底发展成了一种什么样的节日呢? 你有没有写对这个关键词, Familienfest, 变成了一个安静的家庭节日。 所以现在呢, 很多的节日基本上都是一个家庭聚会的好时间, 对不对?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 Abschnitt 2, 介绍了什么呢? 从 Wochen vorher, breiten die Hausfrauen das Weihnachtsfest, mit putzen, backen und einkaufen vor. Die Kinder schreiben in dieser Zeit einen Brief, mit ihren Wünschen an das Christkind oder an den Weihnachtsbahn. Sie versuchen, besonders lieb und hilfsbereit zu sein, damit sie auch alle Geschenke auf ihre Wunschliste bekommen. Die Eltern erinnern sich und ihre Kinder daran, dass sie sich in ihrer eigenen Kindheit vielleicht nur eine Puppe oder ein Spielauto gewünscht haben. 好, 这一段呢, 关于是那老人 以及孩子要什么样的礼物. 简单来看一下, 早在几个星期前, 家庭主妇就开始 为圣诞节做准备, 追记的一个核心的用法, etwas mit etwas vorbereiten, 用什么来为什么做准备, 家庭主妇就用清洗, 烘烤, 以及采购的这样那种方式 来为圣诞节做准备. 孩子们在这段时间呢, 带着他们的愿望 给基督圣音 或者圣诞老人写信, OK, 记得两个概念呢, 是我们上节课提到的啊, 注意两个的区别, 其实呢, 都是给小孩带来礼物的, Kröste Kind und Weihnachtsmann, 他们也就是这些小孩, 试图表现呢, 特别听话和乐于助人, 这样呢, 他们就能得到 愿望清单上的所有的礼物, 注意这里是一个 Dermit, 目的从具, 动词放最后, 另外呢, 一个用法, auf, 这三格, 表示在什么上, 在愿望清单上, 在我的许愿单上, auf ihre Wunschliste, 在他们的愿望清单上, 下面一句话, 刚刚有没有听懂, 或者说, 现在看的时候, 能不能看懂, 首先, 这句话的主语呢, 父母, 父母怎么样呢, 首先是, 自己想起了什么, 然后呢, 是, 所以呢, 这句话就是, 父母回忆起, 并告诉他们的孩子, 他们在自己的童年时代, 可能只会要求得到洋娃娃, 或者玩具车, OK, 所以这句话呢, 可以加一个新号, 一定要理解这里呢, 用到了, 的两个用法, 一个是, 另外一个是, 都是接安 etwas, 想起什么, 最后一句话, 他们还是父母, 抱怨现在的孩子, 要求这么多, 这么贵的东西, OK, 开始抱怨啊, 可能现在很多小孩, 过圣诞节都会要求, 嗯, 我要一个iPad之类的, 所以现在的父母压力山大, 是不是, OK, 那么这一段当中呢, 我们应该听到了, 两个题目的答案, 首先呢, 第一个题目是, 被孩子们在圣诞节前, 会试着做什么事情呢,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Lieb und Hilfsbreit zu sein, 同样呢, 我们在听力当中, 可以听到, versuchen这个信号词, 所以呢, 他们尝试, 试图自己表现的, 非常的听话, 和乐于助人, 另外一个题目, Frage, 父母在他们童年的时候, 希望得到什么呢, 他们许过什么样的愿望呢,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只要填冰鱼就可以了, Eine Puppe oder ein Spiel Auto, 他们希望得到一个洋娃娃, 或者一个玩具车, 就够了, 所以父母那时候的愿望, 多么容易满足, 现在小孩子的愿望, 真的是太贵了, 好, 这第三段的内容, 那么从这一段当中呢, 我们其实主要了解了, 在德国呢, 过圣诞节, 小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习俗, 这样的一个传统, 很多的小孩都会写信, 可以给他写信, 然后呢, 写下来, 哎, 我要什么什么礼物, 然后接下来呢, 可能叔叔阿姨, 或者亲戚朋友, 就扮演圣诞老人, 把圣诞礼物送给小孩,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写信的环节, OK, 好, 接下来, 第3段, 下面一段, 第3段, Am 24. Dezember, dem Heiligen Abend, wird dann der Weihnachtsbaum geschmückt. Alle ziehen sich festlich an und sind voller Erwartung. In manchen Familien verkleidet sich der Onkel oder ein Nachbar als Weihnachtsmann und brennt einen Sack vor Geschenke. Dann kann die Beschärung beginnen. Die Kerzen am Weihnachtsbaum werden angezündet, einige Weihnachtslieder gesungen und die Geschenke ausgepackt. Das ist meist der höhere Punkt der Weihnachtsstimmung. Am Abend oder in der Nacht gehen dann viele Familien zur Kirche, auch wenn sie sich sonst nicht für ihre Region interessieren. 好, 这第3段, 第3段呢, 依然是介绍一些传统习俗的. 在 12月24日这一天呢, 也就是平安夜, 会装饰圣诞树. 所有的人都会穿得非常的隆重, 非常的有种节日的感觉, sich festlich anziehen, 穿得很隆重, 盛装打扮这种意思, 并且呢, 充满了期待, 注意这里的一个固定搭配, vor der Erwartung sein, 充满了期待, 固定搭配前面的这个 vor der 12格, 然后呢, 在一些家庭里, 叔叔或者邻居呢, 会装扮成是那老人, 并且带来满满一袋的礼物, 首先呢, 还是 sich für Kleiden als装扮成什么, 然后呢, 后面的一个表达, einen Zack vor Geschenke, 这个表达呢, 大家记住就行了, 它表示, 满满一袋的礼物, 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用, einen Zack vor der Geschenke, 用一个二格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没有为什么, 接下去, 然后就可以开始分发礼物了, 开始送礼物了, 圣诞树上的蜡烛会被点燃, 然后呢, 会唱一些圣诞歌, 会拆礼物, 通常呢, 这就是圣诞气氛的高潮部分了, 在晚上或者夜里, 很多家庭呢, 会去教堂, 做Kirchegen, 即使他们对宗教并不感兴趣, OK, 大家都会去一下教堂, 这是一个分俗习惯, 其实呢, 就像在中国, 很多家庭呢, 都会在除夕大年夜的那个晚上, 在12点的时候, 赶着一波去庙里烧香, 去拜个佛许个愿, 其实很多人并不信佛, 但是他也会这么做, 这是一个道理, 他们会去教堂, 这一段在听的时候呢, 对应了两道题目, 看有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 第一个题目是Frag de, 这道题目, 在一些家庭里, 是由谁来扮演圣诞老人的呢? 你刚刚有没有记对啊, 其实有两种人, 一个是自己的亲戚, 你的邻居也会来凑热闹, 来扮演圣诞老人, 所以是叔叔或者邻居, 另外一个送分题, Frag de, 自由没写对啊, 没有写对的, 一定要反思一下了, 很多家庭晚上会去哪里呢?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去的邻居或去的邻居都可以, 表示去教堂。 OK, 继续第四段, 当人们在平安夜走过街道, 穿街走向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自己仿佛身处于一座被遗弃的城市, in einer verlassenen Stadt, 被遗弃的, 会有这样的孤零零的感觉, 为什么呢? 特别是外国人会感到惊讶, 人们连一个人都碰不到, 对于自己的kinen menschen, 这是一个四格, 那么注意mensch, 这个单词呢, dear mensch, 它是一个阳性弱变化的单词, 所以kinen遇到四格的时候呢, 要加上一个弱变化, 变成kinen menschen, OK, 一个人都看不到, 电影院, 剧院, 甚至连饭店都关门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圣诞节的节日里, 可以吃到特别好的东西, et was goodes, 一些好的东西, 然后注意中间的bezunders, 它修饰的是bezunders good, 所以不要给大家任何的词味, 所以一些特别好的东西, et was besonders goodes, 比如说烤鹅和鲤鱼, 在下午呢, 人们会看望亲戚, 看望邻居以及朋友, OK, 这是文章的第四段, 那么第四段呢, 没有对应的听力题目, 但是从这一段当中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就是, 在圣诞节, 以及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呢, 人们会吃一些特色的食物, 比如说会吃Gänsebraten, 会吃烤鹅, 是一个传统的食物, 以及在接下来的几天, 其实跟我们过新年真的是一样的, 我们会在大年初一, 大年初二等等等等, 去走一下亲戚, OK, Good next, Abschnitt 5 第一句话首先, ist zu etwas geworden, zu什么什么 werden, 变成什么, 如今呢, 圣诞节已经变成了一场大型的商业活动, 要知道, geschäft可以指商业行为, 商业活动, 都是买买买和卖买卖的时候, 在百货商场和商店里, 在圣诞节前夕, 是东西卖的最多的时候, 销量最好的时候, 早在十一月的时候呢, 橱窗和街道就用彩灯, 圣诞树和圣诞人装饰好了, 我们刚刚讲过的例句, 通过扬声器, 会播放一些圣诞老歌, 比如说像平安夜, 是这首歌的名字, 报刊, 杂志, 会为个性化的礼物, 做一些建议, 为什么提供建议, 最后半句呢, 是一个定语从句, 第一, 指在前面的Geschänke, 他们这些礼物呢, 之后就会在成千上百棵圣诞树下, 躺着了, OK, 然后呢, 大家就会根据这些杂志的建议, 去购买相应的礼物, 送给亲朋好友, 对吧, 所以非常形象的, 这些礼物之后就躺在非常多的圣诞树下了, 这一段当中对应了两道听力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Frage F, 在商场里, 什么时候是销量最好的时候,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In der Vorweihnacht Zeit, 在圣诞前夕, 另外一道题目, Frage G, 这道题目应该要写下来, 应该要记对, 我特地把这个复杂的句子, 放在前面的例句当中给大家讲过了, 所以呢, 街道和橱窗是用什么来装饰的呢, 用三样东西,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Mit bunten lichtern, tannenbäumen und Weihnachtsmännern, 是用彩灯, 圣诞树和圣诞老人来装饰的, 这些单词也可以补充到, 我们这节课开始的时候, 做的那个anstick, 那几幅图片, 都是介绍一些, 我们认试了非常多的装饰物品, 好的, 下面呢就是文章的最后一段了, Abschnitt6 Familienleben, OK, 好, 文章的最后一段,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一些人呢, 会感到生气, 因为他们一年一年来, 为圣诞礼物花的钱越来越多, Immen may get for etwas ausgeben, 为什么花越来越多的钱,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 这个节日已经失去了它的宗教意义, 有些人就会问, 在这种情况下呢, Wunter diesen bedingung, 在这种情况下, 庆祝圣诞节是否还有意义, sind haben, 有意义, 但对大多数的德国人而言, 他们并没有这种疑惑, 对于这句话的用法, Immen dem sind etwas unbekannt, 本来的意思呢, 是对某人而言, 某物是未知的, 或者说是不清楚的, 不知道的,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大多数的德国人, 不知道, 不明白, 这种疑惑, 这种怀疑, 说白了就是他们对此毫不怀疑, 或者说他们并没有疑惑, 对他们来说呢, ist wouldn't bleibt, 圣诞节现在是, 并且呢也会一直是, 家庭生活当中的, 每年的高潮部分, ok, hierpunkt, 好的, 最后一段呢, 其实是一些分歧的讨论啊, 有的人呢会觉得圣诞节没有意义, 因为太烧钱了, 有的人呢认为非常的值得, 因为毕竟是一年一次的一个家庭的大聚会, ok, 那么在这里呢, 小小的拓展一下, 大家知道所谓的圣诞节的宗教意义, 所谓的, 它的宗教意义是什么吗? 对啦, 首先呢, 它是庆祝, Geburt Christi, 庆祝耶稣的诞生, 那另外大家知道吗, 我们之前了解过的有一个概念是, Die Heiligen Drei Könige, 我们之前所说的三圣王, 或者说三贤士, 在基督宗教当中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的概念啊, 那么在基督教当中呢, 曾经有一个传说就是, 三圣王, 三贤士呢, 曾经给耶稣带来过礼物, 所以呢, 延伸到这个Weinachten, 这个基督教的传统节日当中呢, 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 Geschenk für Teilen oder Bescherchen, 送礼物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像那一种送礼的习惯呢, 在宗教当中就象征着, Nächsten Lieber, 这个单词很好理解, 我们所说的是, 对他人, 对周围人的爱, 其实就是博爱, 所以呢, 这就是Weinachten, 圣诞节它起初的意义, 它的宗教的意义也好, 以及它在生活当中的意义, 就是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 爱护身边的人, OK, 那么到这里呢, 我相信同学们已经了解了, 今天的这篇听力, 所告诉我们的一些信息, 以及一些听力题目, 大家应该都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好的, 最后呢, 就请同学们来听一下, 这个非常著名跟古老的Weinachtslied, 刚才听力当中也提到了, 这首歌的歌名呢, 就叫Stille Nacht, Heilige Nacht, 翻译为平安夜, 听完了你会发现旋律, 是你非常熟悉的, 那么听完之后呢, 也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篇听力, 完整地从头到尾再听一下, 检查一下, 看你是不是基本上都能听懂了, 我们下期 Blind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